固定这个都是同德国中的制服 制服里面有男生跟女生 还有这个运动服 反正这一柜都是同德国中的 因为同德国中的量比较多 所以我们又增加了这个量 因为同德国中他们还有这个外套 成月华里长介绍这满满三个柜子的学生制服 这些都是募集地方社区跟李明送来的二手制服 包含保安里学区内的三所国小跟国中 不管是男女或是换季制服 运动服统统有 提供给有需要的李明免费领取 不仅能帮助弱势家庭的学生 也达到资源循环不浪费的环保目标 针对同德嘛 还有国小国中庄进国小 三个学校的制服运动服 如果他们觉得还很新的话 可以换来离场这边 我请志工把它整理 整理完之后让有需要的人可以来拿 我想这需要的人包括的 不管他的经济好与不好 或是比较经济困窮的一些家庭 他们都非常需要这些的那个衣服 因为我觉得他们常常讲说 里长你这样子摆的话 我省了好几千块 我说现在衣服那么贵 对啊 里长你不知道现在衣服很贵 稍微一买夏天冬天 那个这样子一买下来 至少要两三千块 如果是国中的又更多 里长表示他从第一届 选上里长就开始做二手制服交换 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六年 这些制服都有志工定期来整理跟清洗 志工袁小姐表示他孙子的制服都在这里拿 从来没有买过制服 这个爱心服让大家都受惠良多 我孙女从读一年级开始到六年级 我的衣服都是来这边拿的 当她低年级的时候呢 长大了我就来换高年级的这样子 然后我孙女现在读国三了 国中也是来这边拿衣服 我没有买过制服 真的我们保安里哦 弄这个实在是优惠我们社区太多太多的家长 你知道他买这些国中一套衣服 买下来五六千块 那我在这边可以 你说每个家庭他们这样子来拿 那有一些对比较贫困的家庭 他们可以受惠多少 志工徐小姐则表示 原本是觉得不需要来这边拿 但后来觉得这样比较环保 后来省下来的费用就捐做工艺 环保也做善循环 一开始我是不好意思来来 觉得说我又不缺这个钱 为什么要来拿 可是我想说就是不要浪费资源环保 所以我大儿子国中的时候 我有来这边拿过 结果其实他资料都还会捐来这边的家长 其实他都保存的蛮好 我觉得不用也是蛮可惜 所以我大儿子国中的时候是有来这边拿 所以我大儿子国中这个费用也是省下 可是我有想过善循环 所以我是把我儿子那个钱省下捐出去 是我默默底下捐出去 陈月花黎章表示 一开始会做二手制服交换 是因为常常有李明送二手武姿来 才启发他做二手制服的服务 并且每年举办两个场次的二手跳蚤市集活动 鼓励大家贬费为宝 一起落实资源循环补浪费 自助来会议团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